首先的话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图形要怎么画 当然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底部 原则上我们还是 能够从那个底部开始画起 那底部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六边形 然后底部的长度是 80对不对 这个有点太清楚 这80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给它 从这个底部画一个多边形 我们可以先从底部画个多边形 那这个多边形的话呢 它是六边 那六边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在输入这个六边形的时候 它会问我们是内接或外接 那你这个地方先输入一个1 1Enter之后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边长 边长就是80 也就是这一边是80 那80之后的话呢 我们第二个数据就是说 我们要挤出高度多少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座 这个座的高度是多少呢 这个座它有个 这边有个尺寸 从这个前示图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有个尺寸 23 所以我们要挤出 所以我们要挤出 也就是把这个多边形 然后2D的把它挤出 高度为23 挤出或按拉 那按拉的话会留下2D的物件 那一般我们把它挤出或按拉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上面的话会需要一个什么呢 尖尖的 这个尖尖怎么做出来呢 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脚椎 有没有 因为呢 这个脚椎 它我们只要脚椎给它边长 总共边 总共边 总共有六边 六边的话呢 我们给它这个 边长的话 就是跟底部一样 OK 所以你就到时候 它的边长就直接给它一样是 给它一样是80 那高度的话呢 应该多少 这边有个127 对不对 那127 再减掉的话 底部的部分23 所以高度应该多少 104 对不对 所以104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就有个脚椎在上面 但是脚椎在上面 接下来 比较麻烦一点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开口的部分 这个开口的部分 跟前面有一体很像 做一个开口 那开口部分的话怎么做呢 基本上第一个 你要先怎么样呢 把上面的部分呢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砍掉 砍掉用什么呢